在那么多女朋友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周慧敏啊 够了 正所谓爱情是艺术创作的第一生产力 很多经久不衰的经典歌曲 都是音乐人为了心爱的人创作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首最爱原曲是由中导美雪创作的 后来被李克勤填词改编成了中文版 由周慧敏演唱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段往事 当年的李克勤苦苦暗恋周慧敏 十九年无果 因此写下了这首歌送给最爱的人 也意外的造就了一代名曲 不过也让我开个脑洞 周慧敏那首著名的舔狗之歌自作多情 怕不是唱给李克勤的吧 恋爱狂回头发 因我害怕 唐勇成 顺服似 笑九百美白 月冷风和尚 夜雨的狂想 夜化的薇香 换我星夜里幻想 今晚给你 感情 你把这个也感到 跟他疹怂的虐价 还有A1 A2的副歌 没想到后来大卖赚了很多钱 坊间流传着一句话 叫没有十一郎就没有新天的张宇 自从12岁相识至今 十一郎为张宇创作了150多首歌 其中更是不乏经典之作 他们相守一生的故事被很多人封为爱情神话 殊不知其实他们的感情也曾历经磨难 而十一郎将这些情伤都一一写进了歌里 才引发了这么多的共鸣 其中这首《语一之下》就是在张宇辟 从来没有像任何一个人正式求婚过 祖贤到此 你有求婚过 有 大家在一起像亲人一样 好像结不结婚也都一样 这首大约在冬季大家都熟 流传至今已经34年了 而这首歌就是习情写给当时的恋人王祖贤的 那时候他们因为事业分居两地 其前就以歌来寄托思念 仅用了15分钟就创作出了这首经典之作 顺便说一句 王祖贤的传世名曲《思念是一中饼》 也是习情为他写的 我思念是一中饼 我我思念是一中饼 一中饼 没有你的日子里 不会更加连行自己 没有我的思念里 你能抱着自己 你问我何时对付你 我已轻轻地问自己 不是在习 不是在习 有想到有何时在习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